法院議員 現在繼續開會 進行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組織質詢 首先我們請陳委員敬敏質詢 尋打時間15分鐘 非常謝謝兩位蘇院長 那我想要請我們蘇院長 請正面蘇院長 院長好 委員長你好 院長好 第一次有機會在這個地方進行質詢 那院長已經13年前在這個地方 那現在繼續回鍋 所以當然有很多事情非常的熟練 那很多的事情 誒 這個不是第一張誒 第一張的power point 不是 不是這個 第一張 是這個嗎 不好意思 我前面應該這個是救打 前面應該有兩張口影片 那我主要是因為把這個 擷取之前我們蘇院長 就任以後 第一次的施政報告 就有提到 在這個我們關心的議題裡面 有包括怎麼樣子 衝經濟啊 怎麼樣子守護民主 那很重要的議題叫做弱勢優先 那我們從院長1月14號 就任到現在 就看到了很多 院長開始接地氣 解決各種的一個問題 不過我一開始就很認真的 去幫院長搜尋了 從1月14號就職到現在 所有的新聞事件裡面 只出現了一則 有關於長期照護的新聞 而且這一則的長期照護的一個新聞呢 還是 就是在施政報告的當天 提到您主要的政策方向是什麼 所以我今天質詢的重點 其實就會在提到我們的長照政策的一個發展 我其實是很擔心我們整個長照發展 有沒有得到我們行政院關愛的眼神 所以這也是今天主要質詢的一個重點 那我想整個政策的一個發展 院長一定很了解這個 好像總統啊 大家都覺得這個長照服務的必要性 主要也把它看到這個國安等級立場 來做這個定海神針 那也因為這樣影響的人數非常的多 我們也看到這個政府相關部門 從1998年開始陸續有相關的長照政策的一個推動 包括了這個2000年 那時候其實就是我們執政 然後2007年我們提到了第一版的長照十年計畫 一直到現在提到的長照計畫2.0 那我想現在要請問部長的是這個 您覺得長照2.0執行到現在 有沒有符合我們的民眾的期待 它是不是優質評價普及 特別是第一問想問院長 我們服務的對象有沒有全面 所有需要我們政府照顧的 有長期照顧需求的人 跟他的照顧者 也沒有得到我們應有的一個幫助 那為了要讓他們有得到足夠的一個幫助 我們的人力足不足夠 我們的法規到底支不支持 我們整個的長照產業的一個發展 更重要我們到底有沒有足夠的一個經費 來支持我們一個完善的長期照顧體系的一個發展 謝謝陳委員指教 更關心老人照護長照的種種問題 真的誠如陳委員剛剛所說 隨著高齡化社會的來臨 我們知道要照顧的對象增加快速 那當然人力就相對會比較不足 那法規也隨著需要 而需要有面面俱到的地方 同時經費也增加快速 不過我們早已意見這樣的時代來臨 因此政府從各個方面都加強 所以這些年來政府可以說是從各種面向 包括人力法規財力各種方面來加強 應該受照顧國民盡量能夠得到照顧 老實說上次我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就是推出長照1.0 沒想到又回來當行政院長 正好也是長照2.0大力推動的時候 我很感謝整個社會各方面都來關心跟支持 也很感謝貴院都支持相關的預算 同時整個行政同仁 無論是中央地方都是卯足全力 或許還是有為盡如人意的地方 不過盡心盡力是真的 是看得出來特別是院長剛剛有提到 我們1.0的政策 閒機到2.0都在你們的手上 所以怎麼樣子讓他落實 看到民眾有感 我覺得這個是院長這邊特別可以衝衝衝的地方 那為什麼特別提到這個四個部分 我們相信一個好的長期照顧政策的一個發展 一個體系的一個發展 最重要的大概就四大部分 我們會看到長照其實是一個非常長的一個旅程 如果依照我們現在平均出來 每一個人如果失能以後需要被照顧的時間 就達到8到9年 也因為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需要這樣子的一個長期照顧服務 我們需要有足夠的服務的提供人力的一個投入 更重要的是一個裁員 還有我們法規的指引 Catherine Carter她就曾經說 所有的人都只能分成四類人 一個叫做需要被照顧的人 也就是現在正失能正在需要被照顧 或者是正在照顧這一群失能者的人 另外兩個就是未來會需要照顧 未來即將成為被照顧的人 就是這四類人而已 所以我們現在整個長期照顧服務的推動 你可以發現看到的就只是在這些我們推估 正在需要被照顧的人上面 對於那些我們覺得需要照顧他的人 所謂的家庭照顧者 或者是未來需要成為家庭照顧者 或被照顧的人 基本上我們現在整個的長期照顧體系 還沒有做這方面的一個規劃 雖然從1.0到2.0 我們看到我們服務需求的對象不斷的成長 我們也有這樣子的一個規劃 這個是106年的規劃 現在就已經有76萬人了 可見這樣子的需求會越來越高 所以我們 對不起 我們整個長期照顧服務的內涵上 也看到整個的一個內容 從一開始的8項到現在的17項 那在這第12項裡面的確提到了 對於家庭照顧者的支持 但是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沒有更多元的一個服務可以提供給他 這個是我想要我們衛福部 請讓我們行政院更來考量 這一些服務有沒有多元 有沒有量足能夠讓他提供必要的一個照顧服務 那2.0特別是這個部長這邊非常的支持 就把這個長照服務一直提到說 我們要讓他看得到找得到用得到 那怎麼樣這樣民眾聽得懂 我們提供的服務內涵是什麼 所以也把它透過大家一定朗朗上口 什麼長照ABC 其實長照ABC就是只是把我們這些照顧服務 把它誇起來告訴他說 這些東西是我們長照正在推的東西 可是這一張也是我們衛福部提供的一個表格 圖表 你就可以明顯的看出來 我們現在的長照服務跟醫療照護服務 其實是雙軌在進行 所以怎麼樣打造一個醫養整合的長期照顧 加會所有的剛剛提到的四類人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那也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得出來說 整個的一個服務量能上面 從這個我們長照2.0推動以後 好像看到逐年有在提升 我們也看到很高興看到他有很好的一個成長 那這一張投影片其實是我在11月9號地補 那馬上這個12月的時候就開了記者會 記者會就開始就我們以六都為例 來盤整我們現在長照服務的涵蓋率 報告院長 我們現在even長照服務的涵蓋率 還只有全國只有32% 可是這個32% 對不起 還只是我們現在長照2.0的服務對象而已 所謂的長照2.0的服務對象指的是 居家社區的對象指的是不包括使用外籍看護的對象 所以我為什麼第一問問的就是院長 你覺得我們長照服務有沒有cover到需要被照顧的對象 為什麼我們現在還聽得到這麼多的長照杯歌 我們提供了這麼多 我們也看到我們的服務量能成長的這麼多的情況之下 我們服務提供有沒有多元有沒有合宜 如果從這一張看起來更完整了 這裡 這裡看到的是目前76萬多人 44萬是我們覺得可以使用長照2.0的 而且它還只有三成多的涵蓋率而已 有外僚的不包括機構式招掛不包括 所以這個才是最大的一個癥結 如果按照我們從1997我們行政院衛生署提的衛生白皮書 跨世紀衛生建設來提 它就告訴我們說我們長照服務的部件 應該是居家及社區照護為主佔70% 機構式照顧佔30% 機構式照顧為福 可是我們目前只有一成 我覺得這個是讓民眾會感覺到 我是有需求的啊 可是你現在政府提供的一些的 相關的服務資源的部件 對於機構式照顧的這一塊 的確是還沒有符合民眾的一個期待 這個是在剛剛提到的 這個整個的長期照護服務提供的部分 那我們接下來再來看法規的部分 從長照2.0推動到現在以後 大家哀哀叫啊 地方政府承辦服務單位 怨聲債到 為什麼叫怨聲債到 最主要的癥結 我就把它整理成這裡 什麼叫做評估給付支付的一個心智 各吹各的調 因為我們中央跟地方不同調啊 我們是說 這地方政府你可以來跟我們申請 這筆錢以後你自己去用 可是問題是 他們用的方式跟我們中央 我們的上面有沒有辦法傳達到下面 現在變成是 上面講的說 對啊對啊都通啊 下面這一些地方政府照管中心 他們聽到的都不通 所以在卡他們的都是地方政府 所以這一塊是我們的末梢神經 沒有辦法傳達嘛 舉例來說到底 我們的長期照顧機構算不算福利機構 很多民眾來陳情啊 他就會覺得是說 我如果算福利機構 那我就可以適用相關的一些福利機構的一個減免啊 可是我們現在這一些相關的都沒有辦法認可 那第二個 服務架構及設計疊床架屋 這個是在指什麼 指的是說我們原本就有照顧管理專員 我們照顧管理專員也配合我們長照2.0 現在已經補到1000多人了 可是我們的ABC裡面的A 還配有他的個案管理員 那這些個管員他做的東西 跟我們的照管專員怎麼樣子做區隔 我們照管專員如果已經聘了這麼多人 讓這些有公權力的人更來做好的資源的一個掌控 機構的品質的管理會不會讓比A的個管師更能夠發揮他的這個作用跟效果 這個也請我們的部長再評估一下 那第三個當然就是照服員的聘任 因為我們現在的一個人力政策的誘因啊 因為之前我們把照服員的薪資提到了3萬2 現在就有很多的機構的業者跑來反映說 他訓練好的照服員全部都往居家跑啊 所以我們的外籍看護工的一個政策 又被綁死了一個本級照護人員才能夠聘一個外籍照護人員 所以他根本沒有足夠的照護人力來提供這樣子的一個機構式照顧 第一個福利也沒有人也沒有 當然就沒有辦法充這個機構式照顧的一個量 那最後就是我們提到的 我們的醫療跟長照現在就是雙軌在做啊 雖然是說我們有提到慢性病照護啊 希望全單來攔這一些避免失能的人 可是後續怎麼樣子做很好的一個整合 這一塊我們也是看到非常多的一個困擾 所以整個機構式的照顧民眾是因因期盼啊 可是在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我們even在政策機構式的照顧 目前只給20家來做示範耶 只有20家在示範 雖然是說我們很高興看到政府這裡宣誓說 我們要來清查現有的公有閒置空間 所以開始從這些郵局啊 或者是相關的閒置空間 來看一下說我們還能夠做什麼 可是對不起這個良善的政策 要到最快後年才能夠做得到 那我們來看到日本 他這個政策也非常好啊 他就告訴你究竟就在火車站走路三分鐘的地方 就利用他們現在的一個郵局 他來開辦這樣子的多元式的 中和性的服務長期照護機構 那是不是也可以來考量一下 這樣子的一個機構可以做怎麼樣子的一個發展 那接下來在人力的這一塊 人力的這一塊我們就看到整個長期照護的一個人力的一個投入 現在當然最多的因為我們cover的都還是少部分這44萬人 多數都還是仰賴家人的一個照顧 而在非正式的照顧人力裡面 我們看到最主要的就是照護員跟護理人力缺的是最多的 而照護員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已經沒時間了嗎 對我們的執行時間到了 好可以請陳委員提書面意見 再請行政院書面回答 謝謝蘇院長謝謝陳委員